然后咱们再来说这个LDA主题模型 LDA主题模型就是说 比如说你一篇文章拿过来了之后 我想知道当前的这篇文章 它里边最关键的那几个词是什么 或者说咱们的一篇文章拿了 不是一篇文章 咱们就是说这个LDA它是包含三部分 一个是主题 一个是文章 一个是词 用这三部分它都是有一个相互的组合 比如说一个主题当中 它包含了 比如说咱们现在可能是涉及到体育类的 和文化类不同的主题 那我想观察就是说 这个主题里边包含着哪些的关键词呢 咱们要基于这个主题去做这样一个事了 LDA建计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当前整个的语料库 它首先是一个无监督的 我们不需要指定出来一个label 只需要把我的语料通通的丢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跟那个剧类挺像的 尤其是跟那个kmeans 比如说现在你也不知道 你这个就是搜的语料库当中 它是出现了多少个主题 假设说咱们就好比说 现在的这个新闻语料库 我不知道多少个主题 我就假设它里边有20个主题 我就让它就是按照20个主题去给我玩 然后我要结果就是说 20个主题 每一个主题它的一个关键的成分 或者说你每个主题它有多少个关键词来组成 并且这些关键词所起到的一个重要程度是多少 这个是我要做的一个事 通常咱们用label都是进行这样一个指定的 然后有一点比较难 就是跟那个kmeans一样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它里边存在多少主题是合适的 很多情况下就是当你拿到一个数据之后 你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能分成多少堆 所以说我们得按照kmeans的类似那个东西 先指定好你要划分成多少堆 然后呢划分成多少堆之后啊 咱们再进行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 这里啊我们又要用到了另外的一个库了 另外的一个库啊叫做一个JSIM啊 就是这样给大家说的 JSIM这个库啊 它有FDA也有World Vector 主要呢就是用来去做这样一个子弹语言处理的一个事情的 里边还有很多工具啊 就是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 我在这直接搜一下吧 就是叫做一个JSIM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库吧 这个库里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教程 这个教程里我记着 当时我看过很多东西啊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World Vector啊 怎么去做啊 LDA怎么去做啊 都是按照它教程当中啊 有这样一步一步的流程 如果说大家啊 真是要去做一个子弹语言处理 然后并且啊要用到JSIM这个库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咱们的一个嗯 这个流程打开 比如说现在呢 这是LDA吧 LDA里边啊 当时我参考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一步一步告你啊 这一步步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事 怎么样得到最终的结果 这个咱们课上啊 就不给大家去看了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啊 咱们就啊 到时候花点时间去看一下这个库 我觉得这嗯 怎么说呢 还是用到时候再看吧 就是如果说你真有手头 有一个任务去用这个JSIM 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它的教程啊 再按照它流程 自己的再去学一遍 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啊 因为它都是一个工具嘛 只要会用就可以了啊 下面就是它的一个官网站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用JSIM啊 这个LDA库的一个建模的流程吧 然后首先啊 就是啊 我是现在这里啊 把我的一个models给它引进来 一会儿呢 我就要用啊 咱们导进来的这些模块 进行一个建模 我们来看 JSIM的model里啊 它有一个LDA model吧 用这个LDA model 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建模了 然后首先啊 要做的第一步事 就是说 要保证啊 你的一个输入的一个格式 这里这点很重要 就是当咱们在用一个工具的时候啊 其实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 你只要知道啊 它的一个输入的一个形状 是长什么样子就好了 其实我在用这个裤子的时候啊 我就是 有时候有些时候啊 我很烦 就是不太想去看 它的一些API文档啊 我就想直接能先跑出个节 我再说 这个时候啊 你就需要知道啊 它的一个要求的输入 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要求什么样啊 它是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就是首先啊 就是你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文章 必须都是分好词的 按照咱们之前那格式啊 先给它进行一个分好词 然后咱们来想啊 就是现在一篇文章分好词了 那它是一个list 然后呢 咱们现在有n多篇文章 都分好词了 那这不就是一个list of list的形式吗 每一篇 最外层的list里边啊 它每一个都是一个 每一个里边都是一个文章 然后呢 里层这个list啊 就是每一个文章里边 都是一些分好词的一个结果 要保证啊 你的一个格式 是list of list的格式啊 是一个分词好的一个整个预料库 然后啊 要做这个lta啊 首先啊 就是先要把你的一个映射表做出来 就是说 对于你的一个词啊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大字典 我们来看 它是nanda预料库 做这样一个字典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 把你的一个里边词 比如说有今天 有明天 今天映射成一个 唯一的标志符是0 明天映射成1 然后我映射成2 然后打篮球啊 打映射成4 篮球映射成5 做这样一个词带模型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先去做这样一个映射的一个工作 做完了一个映射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lta model了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先把 这里需要指定的 就是我们先把我的一个语调库做出来啊 这里写了一个循环 就相当于是 在我的每一个三层当中啊 都去做这样一个子带模型这个东西 然后呢 建立好 我建立我的一个lta model 第一边啊 把我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语调传进来 然后呢 映射字典传进来 然后后面啊 这个参数啊 需要大家自己指定一下 就是跟我们那个聚类似的 我看我这边写了 就是跟我们那个kmeans似的 然后如果说你想聚成20多 那你就写个20 不是聚成20多 咱们说的聚类又怎么 就是你想得到20个 那个就是主题 你就写个20 然后你想得到30个主题 你就写30 因为它本身啊 是一个无减度的过程 所以说 等于多少啊 都可以自己来指定 然后最好这个值啊 你等于指定的越准越好 需要一点鲜艳的知识 其实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印一下 当前的一个结果了 比如说 现在啊 我建好了一个分类之后 然后它不是分成了20种主题吗 那我就想看一下 用我这个建立好这个LDA 然后我print一下它的topic 比如说 这里传进来一 就是第一类这个主题啊 然后呢 这有个topn topn啊 就是说 这一类主题啊 它有很多关键词吧 我找出来最具代表性的那五个啊 它会给你按照一个 从高到低的一个权重值经排序的 然后第一类啊 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中 然后说观众赛区碎 哎呀 就是因为我这个语料库啊 就是用的比较少 看起来啊 它的结果还是比较一般的 如果说大家这个语料库的一个量是比较大的 就是你量越大啊 它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更明显一些的 那下面呢 就是说啊 刚才我不是指定了20个topic吗 就是20个主题 然后对这二蛇主题啊 都是分别的打印了一下啊 它这个二蛇主题里边 哪些词啊 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我来看吧 第一个是一个女人 男人 然后说啊 这个东西 没看出来什么 然后第二是一个训练学校研究生 可能是一个体育学校之类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导演 然后这个剧演员啊 就是可能是一个关于戏剧方面的一些内容 这些啊 就是还有一些什么电影啊 中国啊高考之类的 这些啊 就是先对我上面的一个文章啊 进行了一个LED建模 因为我总共取的数据啊 只有那么5000个数据 所以说从量来说啊 简直太小了 基本上大家在建模的时候啊 最少得是几十万个数据吧 那个时候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些的 5000个数据啊 相对来说量有点太少了 但是呢 对于大家进行一个学习啊 进行一个练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你数据量大了 要求你的一个计算机的性能也是高的 通常情况下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跑出来的 嗯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数据啊 大概个几秒钟啊就能跑完 但是呢 一旦数据量大了 它的一个速度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慢的 那这样啊 咱们就又完成了一个LDA这个操作 LDA啊 咱们也是用这个GSAM酷去做的啊 GSAM酷确实用数比较多 然后我之前啊 再给大家讲那个用维基百科啊 进行一个中文的磁相量生成的时候 也是用那个GSAM酷吧 GSAM酷啊 是现在啊 公认的一个World2Vector 比较流行的一个酷 那这里啊 咱们就先完成了啊 一个TFIDF 以及呢 一个LDA主题模型的一个工作 嗯 一会儿啊 咱们要做的是一个关于分类的问题 嗯 首先啊 先给大家来讲一下咱们的一个BS算法吧 然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BS算法来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